好 谢谢佑佳 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电话连线了解这个实用的资讯 就是呢 这12月出了大雨 虽然让加州告别了干旱的危机 可是在这个星期五12号 即将横扫南加州的暴风雨 预估最高雨量可达5英寸 加上还会呱起大风 让不少屋顶漏水的受灾户相当的担心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拨打电话 给在加州资深保险业者林大卫保险团队的负责人 林大卫先生来帮观众朋友做解答 林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林先生首先想要跟你问一下 就是上一波在南加州大雨的受灾户里头 有哪些理赔的状况 而面对即将这个本周的大雨 他们又应该要如何的防范呢 上个礼拜的大雨是因为没有夹在这个暴风 不像这个2011年12月2号的时候 这个Arcadia大风灾 大家都知道树木倒塌这些东西 一个礼拜以后暴雨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几十栋房屋吧 保险公司我们就帮他们争取完全的理赔 因为风先刮掉屋顶然后水灶进去 所以屋顶也会陪 里面的东西也会陪 上个礼拜的大雨没有带暴风 很多住户包括商业建筑的building 都有漏雨的现象 漏雨的现象保险公司原则上 不会是去管你这个屋顶漏雨 因为漏雨多半是通风口啊 或者是这个tile single roof下面的油沾纸破掉了 是因为事与维修老旧 但是保险公司会赔这个所谓的damage property as a result 就是你的水灶进来以后 造成你的天花板木头地板的损坏的话 保险公司是会理赔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接到很多case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agent都很小心 因为你致付额也许有一千或两千块钱 也许你只拿了两三百块钱的damage 付掉致付额以后 但是五年之内就留下非常不好的记录了 那这个即将来明后天 我们知道暴风雨五年以来 最大一只暴风雨 被狭带了暴风 但是我觉得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很多民众大概上个礼拜 受雨了以后 都小小都可以看到你的天花板 如果油漆上发现一些水泡发现 或者是游击 有点黄颜色的痕迹的话 我觉得明天在白天的时候 赶快到home depot 或者请一些专业有执照的人 到屋顶上面用薄油 在那个通风口的部分 跟屋顶交接的地方 那个地方常常会造成漏水 至于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防患一下 我觉得这个防患非常重要的 这样你们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灾害了 好 林先生发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建议大家尽快尽早的来检查一下 自己家中的天花板 还有包括通风口的部分 如果发现一些状况的话 要趁早来修理 可是我们还要继续来问一下林先生 就是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大雨的部分之外 这一回好像听说有可能会有引发土石流的危机 那么如果说他的家刚好是在临近山坡地的话 这些住户他们又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以前我们在四月份也报道过 跟民众讲过 土石流原则上保险公司都 多半的保险公司都没有这种保障的 住在山区里面 大家民众一定要知道 至于很多人说 因为我买了水灾险 Bloor Insurance 那个联邦政府的25万 那是因为如果是河川里面的水石 石头泥巴或游泳池的地下水 扫到你家里 保险公司会按照水灾险来赔 那是另外购买的 至于土石流的话 我建议住在民众的 住在山区的民众 明天就已经要开始准备 当然我们政府的地方 消防局警察局都会密切地观察 一个动向 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做一个个体户的话 你所能做到的是把你的后院 五十六 尽量把它打扫干净 不要有树枝堵塞了 那个露水下水道 然后把一些重要的文件 怕电器赶快搬到楼上 如果你是二楼化 或者搬到安全的地区 当然我们政府都知道 有提供那个沙时代 大家都应该赶快去领 明天最好在白天 中午以前就能够做好 这些准备 你准备的越妥当 当然是你被受害的机会越少了 没有错 这多一分准备 就可能可以少一分的伤害 要把握明天时间 赶快来做准备 可是我们还要再请问一下 林先生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是住家的部分 那如果说民众雨天 开车出门呢 那是不是应该要注意一些 哪些汽车保险上面的事情呢 好 我们建议如果不是 如果是为了上下班 你必要去 尽量不要开车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 每一次这种像这种 比较中期以上的暴风雨的话 第二天都车祸连连 都是不至连环车祸 就是你的这个车子进到这个水 这个不能开动 因为这个电池啊 或者是那个那个电线 进到那个进到水 那我们如果 我建议你们的保险 第一个你在 在这种交通堵塞很乱的时候 因为你的刹车很难控制住 因为水会进到刹车系统里面 尽量给前车保持距离 但你的保险呢 你一定要买够 像尤其你工作还不错 有房地产的这个朋友 我建议你 永远把自己的汽车保险里面的责任 提供到最高 就是50万 因为50万跟最低的跟最高 其实没有相差多少的保费 至于全保的方面 当然你的旧车不需要全保 如果你的新车 有蛮有价值的话 make sure你们有一个 comprehensive collision 就是全保的coverage 因为在水或土石流 或任何的灾害进到车子里面 车子里面不能在正常的运作 将来保险公司要收回去的时候 他们会用这个叫comprehensive 这个部分 如果全保的话 都会来理赔的 所以这个保险的部分 但是我总而言之 我希望这个下雨天 接着我们听说 下礼拜周末也有 也会继续下雨 民众跟前车 一定要务必保持距离 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 尤其在这个大雨天 车祸连连的时候 你刹车 常常是会失灵的 民众必须要注意 好 我非常感谢林大卫先生 我们带来非常详尽又很实用的水